大概前年左右 在立委选举前 民意党开始有一个 很奇怪的动作 就是所谓的 像国公一样清党 把一些跟 一些理念不合的人 把它清出去 所谓十一寇的事件 把很多很优秀 很有能力的 这个市政主义 不是党员而已 是民意代表 清出去了 那么这个对自己伤害很大 也就是让自己的立场 变得很极端化 那么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稍微 长期一点因素 更长期的因素 我来看就是 到目前为止 还是这个样子 就两个头 一个三头 一个人头 一个三头林立 以前派系很多 其实就是三头 那么三头要靠什么支持 靠人头支持 人头不是点人头支持 而是一个 一个假的党员的身份 变成他的人头党员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从市民的做 当主席时代 就要解决 就解决不了 那么在这个问题 长期的民进党 本身体制上 或体制上的一个大问题 你到底是不是民主 你就人头党员 就不是民主政党 那么这样的话 而且人头党员 要出生一个 一个三头的 一个政治的现象 那对一个民主政党 是更大的伤害 所以从这几方面看来 民进党 短期之内 有这些因素 长期他正衰起闭 可能也有他的困难 他不解决 三头的问题 不解决人头的问题 可能也很难再起 嗯 感谢观看